有官员在门缝中看到蔡茂的士兵 立刻禀报给刘琪 刘琪让刘备赶紧逃命 刘备扔下赵云 独自挤马从边门逃走 蔡茂手下发现后紧追不舍 刘备慌不择路跑到了潭溪边 眼看潭溪水流又急又深 何宽竖杖 而身后蔡茂追兵已到 刘备只能闭眼等死 不要到卢马却起身一跃 直接跳到潭溪对岸 蔡茂手下纷纷傻眼 死里逃生的刘备 骑着鲁马一路狂奔 来到一座茅屋前 遇见了水静先生 水静先生看到刘备的衣着狼狈 猜出他是刚刚脱险 刘备如实禀报 水静先生听后赞叹刘备运气太好 潭溪曾经是霸王项羽 斩杀三十万勤兵的地方 喝下尸骨无数 也只有刘备才能在陷马 潭溪的情况下 还能腾空脱险 接着请刘备进屋喝酒